哈喽大家好 我是D君Dedlock DLKD 先说一下 一早起来 人还没吃饭 就已经开始起来活动了 这也想说一下 有关在这地圈 还有引游圈的一些事情 我要换一个好点地方说话 然后这些事情呢 给我造成了很多的不良影响 同时呢 这件事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也有很多人的责任 但是呢 毕竟是由我 由我凑在前 所以说呢 我打算现在在这 发一个道歉视频 然后我在道歉之后呢 我会 说一下有关这事情之后 一些发到我的地方 而且我希望有些人 可以去做点什么 我意思说 做点什么 懂吧 如果说再继续这么排下去的话 对我生活都已经有影响 前天有个人 抓我的脸 妈的就对我 就是一顿眼睛怪气 我没忍住 一拳这欧啊 我去 我不知道是 你们群中其中的哪个人 他确实有这 有这事 可以是去问问去 此话不假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下 我这个事吧 最早这个事呢 要回到2017年 2017年 年中 年末 那个时候的这地圈呢 还是 富甲 小新龙 那帮人 那批人的时候呢 也算是 初期发展 没有先卖这么多大佬 当时最强的国人官 不过是V 也不过是Vivid而已 然后随便说一下 Vivid应该不是国人的人数 最多官 最多的那个官呢 我还真就忘了 但是应该是艺人做了一个部分 然后大家串合起来的一个剧情 个号的关卡 属于是招聘位型的那种test 对吧 好 然后 话题结束 我们来说正经事 其实呢 在那之前呢 我有想过一个系列事 就是国内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 feature level 什么时候能有一个demon呢 因为当时的国内啊 当时的国内呢 其实啊 就是除了Kong以外 没有哪个大佬 对吧 好像之前也有国人Rate的关卡 但是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随后呢 就是我想就是 如果我可以就是 招一起帮人 我们慢慢的去做出一个extreme demon的话 我想就是意义会很重大 懂吧 然后我就召集这么一批人 事实证明呢 召集这批人都认为啊 太菜了没有发育发育权 啊 你是什么了 姐 你基本谁呀 然后就这么去说我 啊 也确实 有我自大 自皇 啊 自负一面表现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发展到最后呢 就是形成辱骂 呃 然后呢 但这个事情呢 其实 如果说我是那个做错事最多的话 说实话 这话真的是 有点伤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形成的局势是整个巴 懂吗 支持我的人就那么几个 几谁呢 有Kong 有Wuzy 还有叫好人成老的 然后 其他人 有的人回过味来 他们会支持 但当那个时候 其实 基本很多人都是在喷 懂吧 后来我和很多人都和解了 但是过去那些事 其实回想起来真的是很恐怖的 你可以想象 一整个巴 大概上千人吧 几百人活跃 没一个不喷你的 几乎 而帮你说话那些人 没有什么 真正有力 可以反驳他们的一事 那边谁是能把人逼疯的一段时间 后来我也得感谢Wuzy 如果不是Wuzy的话 我连现在这个水平都打不到 对吧 我现在能够尝试做一些art 然后这些装饰 如果说这是自大 的话后面的事就比较离谱 其实呢 是Deadlock这个 我在国府啊 先说我并没开过过 我有段时间 我打官的技术 是还算勉强凑合的 但是随后就是 还有Upstream了吗 一直没有录视频 还有另外 就是Blobats 大家都说什么 你做毕业 然后你吹牛皮 按牛手你录视频 不是我不录 我手RSI 就是真的是废了 而且我就是长期滑冰 摔摔摔这个关系 我在完全放松的时候 这个四指是自动往回抽度的 对吧 这个 就是对我打应有也是会有影响的 我没有 我拇指几乎不管作用 所以我不是拇指的 我是一个 三四五指 然后 左手十指 这样就打应有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并不舒服 所以说呢 因为我没法来录制视频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口嗨出 算我当时口嗨了 也是因为一些虚荣心吧 谁不想打一个extreme demon 证明自己挖我很厉害呢 只是有些人不会去真的去真的去吹了 对吧 我是一个比较吹的人 这个就这么说吧 然后说到最近说的事 有关我改名成了enry born 其实 我改名的原因很简单 我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因为dead love这个名字 沾的污名太多 而我又没有条件去改消耗 让我消耗什么 消耗有很多重要的自由 我也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实力 得到十万播放量 之前有十万播放量 全是引用去那个视频 所赐 一个比较低创的 整活向的 对比较整活向的视频 穿一下播放量的层那么高 然后我之前任何做视频 看的人都没有 某些人不觉得还挺讽刺吗 有些人说 你可以多做几题测评啊 这样来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你是在任何做测评 你要说 大哥你赶紧上视频吧 我觉得不好 他有些人说啥呢 大哥你要是不把这块点清点清点清楚的话 他们会继续喷你的 事实是盛名 这些人我都遇着了 遭到的事 现在很多人还得继续喷我 这是应用圈里面 所谓的讽刺怪 他说啊 各位讽刺的是谁啊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讽刺你妈的个皮啊 那是你的第二个视频 你讽刺只有不到两位数 你拿那个视频赚去几万播放的量 谁信你真的是来讽刺 还是来蹭这一个热度 这个热度 他不光彩 他也是热度 毕竟十万你就可以开机器计划了吧 谁不想开一个机器计划赚点钱呢 是吧 要不然呢 有些营销后呢 会拿那种就是诋毁明星 然后抬高科学家 就是诋毁明星 抬高科学家的那些视频 进行混减 然后一来就是十万播放 一来就是十万播放量 十万播放量总多少 一两千的 哎我去 你一天做的视频可多了去了 那样的视频 那样的质量 随便找个热血BGM 买那些也不多得很 拿到几万块钱很难吗 你也不能说我这是 我这是第一创 我还是原创 所以说蹭热度 而且我是全区唯一一个 理智的点心处 他们遇到这种情况 会玩起来很不舒服 很难受 结果呢 我是英勇剧小鬼 你们是圈内人士 你们蹭我的热度 然后就是啊 你们知道我讽刺谁吧 你们知道我讽刺谁吧 我 这个地方 他真的会玩起来很难受 我们改到这个地方的话会更好 啊 这个地方 他做的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他会更适合新人去体验他 又玩他 这是小鬼 那是圈内大佬 嗯 很不错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国电圈的事 你说我在国电圈臭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个这个我先不反驳 因为 我确实不是什么强人 怎么我也就是个业余玩家 我什么地方 我都是业余玩家 因为我不是一个技术类大佬 同样什么大多都是整活 然后说到说有关就是 很多这一群言论 其实很多都已经过去了 早就已经 不再有了 如果说总结这些事情 其实 我想各位心里能有一个看法 我不会去坏谁 我永远想去真正意义上去想去当个善良人 知道吧 所以来带来的结果就是 因为我对我自己说过的话 并没有负什么责任 也有也有自大的成分 也有不考虑后果的成分 也有我说话一腔热水 是人说的成分 导致的后果就是 现在很多人把我的抽调 就把别人这样 总结过来这一些事情 可以用两个字形容 就是我太过的自大 自负 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说一下一件事后面吧 如果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我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狱中人 改换身份之后 成为了一个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出狱人 你们是挖坟人 现在出现了后果就是 一刑二审 一刑二审是什么概念 法律都不会这么干 网络上就可以了 我可以接着你一件事 不停的不停的去说你 怎么怎么做错 我不反对 我不是没做错 那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吧 男子还大丈夫 是吧 所以说 被佛夫做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并没有拒绝 也不是说没有拒绝吧 而说 我并没有做什么实质的行为 你把反锤回去啊 你把喷它怎么样的 我不想喷 我虽然说我私信兑现过它 但我没有把它放明面上喷 事实证明 那期视频没形成什么热度 一千播放的而已 怎么办 至少在我当时看一千播放的 我现在看不知道多少 两千 三千 也不过三千人知道了 更何况这三千人 里有多少人愿意把你这视频看完 随时想说啊 这个是过后吧 体质又上镜了 所以他也多少说点千连 他还趁着自己再说啊 那是我当时的看法 不是我现在的 不太把我现在看法 然后孟胡呢 Mita Mita 一样说到千连 在他所谓的调查文卷里面 很直系 甚至是可以说是 带有一定阴阳怪气的行为去 最后想说这件事呢 当这件事爆出来的时候 本来和我关系还可以的一些人 可以说一起聊天 本来聊的还可以的人 都已经转过台喷我 在很多视频底下 他们都精强的阴阳怪气 不要说你没有 你有 而且可以说是 你想 我也看出来了 不要说敏感 不要说你没有 你真的做了 只是我不用你点出来而已 谁都一样 给人得要点点 最后想说的是 对于这件事 有些人得付出一些责任 如果说 我出狱之后 还要被遭受人辱骂的话 你们不同意 但事实上事情已经这么发生了 如果说 没有人去 对这一系列事 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 如果你在电阴圈 或GD圈 应用圈喷我 我还能上可接受 现在已经发展到花仙圈 我做花 小花仙的EXE 是我在同人圈里面 我自行进行 二次创作行为 和做花仙同人圈一样 跟你们毛线关系 你们还能想 你还能想是怎么进行关系我 你们只是没做而已 你们只是没做而已 那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要说一说了 那就是 你们是绝分人 你们挖出我的罪过 想一次次的鞭食我 我是一个出狱人 我道过歉了 我心里不会再有什么愧疚 如果再出现过的那些行为的话 我也不会再道歉了 忍够了 谁也不会忍 谁也不会忍拿你的真名去玩梗吧 我抱住我的真名是因为我滑冰圈 我发着视频我这个需要 你拿我名字玩梗 你尊重人吗 就是这样 我承认过我的过失 但我绝对不会再允许任何人 这样的方式 就自娱自恶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行为 我不会说怎么样 因为我没什么能力 我不可能人肉你 是吧 人肉之后 被你们发现之后 然后你们再举报 我又成我不对了 再出现这样的行为的话 有些人就该负点责了 是吧 所以说 你们说你们在抢上扬善 抹点自己良心 你们狗屁不是 好吧 我道歉到此为止 我想说也到此为止 我会做出我应得而让步 某些人 也麻烦你稍微收拾点点 看点人脸色说话 我不会做什么 不代表我不想做 你们一样怪气 有人现实过来 对我一样怪气 我是人一把手呼过去的 就说明 不是我怕你们 是我不能顺着往线去揍你们 这话咱们得公证了点 所以说 就这样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最后感谢各位 能看到这里 能说明什么想法的话 或者是公证说明这事的话 是我的荣幸 有些口误 这些视频也比较突然 我没有什么剪辑 这些的好吧 然后感谢各位看到这里 下期视频 继续生活 我饿 要去吃饭去